318国道 318国道离开石桥铺镇一路向西 翻过五丰山来到大竹县 直接从大竹县城中心穿过 大竹县属于四川省达州市 这里是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石桥铺镇 今天去大竹县县城 前方一百米红绿灯执行 进入圣灭路西段 全城是三十一公里之道 是318国道2004公里出2004 这里前面已经看到连续上坡标志 上坡标志 这闻上去好像是股硫磺的味道 像是刚刚放过炮炸 刚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 好了要连续上坡了 8公里上坡来了 318国道2009公里出2009 这里是318国道2012公里出2012 五分山国家森林公园 到了就在右边 到了就在右边 这里是318国道 2116公里出2016前面 前面应该就是下坡了 那边是连续下坡标志 现在已经开始下坡了 下坡了 你已经骑了14公里21小时34分16秒最近1公里用时1分57秒千旅80请 好 这里是318国道2018公里处2018 318 好 这里是318国道2020公里处2020 哎呀我这刹车都刹不住我靠吓死我了太快了 哎呀说他不起物怎么来点烟了 现在到了朝阳乡 这是朝阳乡 是318国道2028公里出2028 前方大约有3.6公里直行道路 这里是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 差点就撞好了 这里是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 摩托车电动车三轮车靠右行驶 看到什么看到电动车从那里左边过去了对吧 所以这里基本就是一个非机动车的 摩托车不会骑这里的 这里是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 这里是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 好 这里右边我们看到的是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到的 是那个县政府吧应该 这个县政府的规模至少是 至少是市一级 目前感觉 现在左转 目前感觉现在这个达州 左转进入沙桥路 请注意安全 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刚刚说这是个大城市 它让我导航进了一个 那么小的一桥路啊 这里还有后面车子跟着我 哎呀 这里是四川省 即将到达目的地附近 达州市大竹县 竹海路西顿 这里边分达 声嘴 调 interview 目的地轻在您右侧 即行早航结束 啊 今天这个房间是,63元钱的 今天吃豆花加饭 这个就是豆花加饭 然后还有点辣椒